好 今天继续跟大家说白话佛法 我们人间都有很多的欲望 因为欲望像鲨鱼一样紧紧地咬着我们 所以我们每天活在欲望当中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夺 那个也不舍 所以不管你有什么 有什么样的心态 学会对欲望要被舍之道 什么叫被舍之道 就是被弃 舍弃 拥有被舍之道 就是能够放下 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 都能解脱 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种特殊的能力 今天你能够解脱你的欲望 你这个人就是有一种神通力 我不被欲望所控制 今天我非常喜欢这样东西 但是我说不买就不买了 今天我非常喜欢那样东西 我说舍去就舍去 自己爱的东西 也好 善的东西 恶的东西全部都要舍去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尤其要学会舍去 割舍自己的烦恼 因为烦恼绕着你的心 让你放不下 割舍业力的纠缠 也是一种舍弃 因为很多人不要以为 好像欲望是缠绕你身的 缠绕你心的 割舍不了 但是照样能够把它割舍掉 因为你割舍了之后 你就得到了解脱 用什么方法来割舍 就是靠平时的修行 我们经常修行了 拜颤了 有的时候得到高僧大德的加持了 有这种加持力 你也能割舍 有的时候一种智慧 就像很多人感情一样 解脱不了了 如果有一个智慧的长者跟你说 放下吧 这一切都是空的 想一想几年之后 他还会再这样的 跟你在一起 想一想 想通了 智慧了 慢慢学会了 割舍 修掉了自己的业障 所以这就叫 你这个人就是有能力 所以有能力修行 和无能力修行 其实都是一个恒心 和一个金刚不坏之心 金刚不坏之心 要有一定善的根源和因缘 因为有这些因缘的人 他能够感应不同的菩萨 和佛和各种各样的护法 能够给他 能够给他得到加持力 就像我们碰到一件事情 我们觉得没希望了 但是有些人 为什么有能力 战胜自己的烦恼 因为他知道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 我一定能够得到 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真正的从心里 接触了自己的佛性 你有菩萨佛 在心中给你撑着 你就是金刚不坏之心 所以你修行的境界 就会提升的越来越快 智慧有时候我们人不够 在人间不能分辨真假 走路迷途 我们就会做了邪士 学了邪法 那么录了邪道 为什么 在学佛当中的执着 会让你变得去 不停地追求 你需要得到的东西 这其中包括一些神灵啊 一些追求 所以真正的是 学会寂静 寂静用现在话讲 就是我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什么也听不见 我心中平淡如水 平静如水 那么这样你发习 就会经常转换你的悲哀和烦恼 你就获得了学佛的成就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懂得转换自己的内心 觉得在人间该看的要看 该得的要得 该拥有的需要拥有 实际上不该拥有的你拥有了 就会给你带来烦恼和痛苦 不该你看到了 你看了 你心里就难受 不该你想的 你想了之后就会产生恐惧 害怕了 看到了 就像我们看很多电影 那里正好发生一起凶杀案 你正好路过 你看见了 你被这个凶手看见之后 他就开始追杀你 然后 你不该看见了 被你看见了 你就一直有恐惧 占有着你的心 所以我们在人间 怎么样能够修心 其实修心就是修到你的心 宁静 修心就是修到你的心 祥和 修心就是修到你的心 不贪 修心就是修到你不执着 和拥有内在的法喜 所以真正能解脱的人 他是拥有法喜的人 真正能够解脱的人 他才是一生宁静和祥和的人 所以我们经常说 佛与众生无二无别 佛就在我们心中 我们的智慧提高了 我们就是佛 所以不要以为佛离我们很远 佛就是我们心中的 用现在话 就是我们的感应 你感应到佛了 在你心中了 跟你自己无二无别 那就是佛法界障的一项 既然无二无别 那肯定是一项 什么叫三昧 就是用正定的认识 法界一项 就是无二无别 让你明白 佛与众生无二无别的真理 佛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心中有佛 因为我们的阿摩罗世当中 有佛性 所以我们跟佛没有任何的差别 这在佛教上就称为一项三昧 一行三昧 这是在佛教当中经常讲到的两个用词 一个是一项三昧 一个是一行三昧 也就是说念佛 心是佛 所以很多人经常说 你心中有佛的人 你一念佛 你心中就有佛 你看很多人心中有魔 我一定要得到某一样东西 我的欲望 驱使得我 不顾一切的 想去得到人间的很多东西 包括感情啊 物质啊 名利啊 最后 你的心念 辽魔 你的心就是着魔 所以妄想是凡夫啊 这师父告诉你们 什么叫妄想是凡夫 因为你乱想了 因为你不该想了 去想了 因为你想一想 你就明白了 很明白的道理 但是你天天去乱想 举个简单例子 真的财很多的人 他不会天天想着去买六盒财 而那些天天想发财的人 可能十年二十年 他都在买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你的心念想发财 那么你就心念找了财迷 财魔 所以一行三昧 讲的是修行修持的妙法 行就是你在应该怎么样的修行 一向三昧 就怎么样去理解 一行就是修行修持的妙法 你用一个非常奥妙的方法 好好的修 你就是拥有一行三昧 所以一行三昧和一向三昧 总的来讲是一向三昧 是讲的理论方面的一些基础 一行三昧讲的是实践 一向三昧讲的是智慧 一行三昧讲的是禅定 所以这些都是佛法 非常高声的一种智慧 所以能够做到自己随缘自在 在人间必须随缘 随缘的人就是一个自在的人 不跟别人拧着干 你就很自在 很自在的人永远是随缘的 没关系了 到这个饭店去吃 好好好那也很好 这个饭店那两个菜是特色 我们还是到那个饭店 好好好 那个饭店那个菜我也很喜欢吃的 这种人自在吗 到哪里都是他心中想去的地方 所以要拥有一个善心 金刚经曾经告诉我们 做布施的时候 就是不要去时刻记住自己做什么 你今天在做善事 你不要记住我在做善事 你今天在帮助别人 不要觉得我在帮助别人 你不要以为你做了什么 在心中留下了你刚刚做的什么 而念念不忘 金刚经就是告诉我们 要随时随地地从善积德 用心去布施 用你的道德去弘法 要有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的 那种心 我今天做了善事了 就像没做过一样 这个善事是存在的 而在你的心中 它是流逝的 善事的存在 而你心中不去执着 你做善事的这个存在 你就拥有了崇高的境界 经常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不应该经常嘴上说 我经常帮助别人的 这颗心是来无影去无踪的 因为我们帮助别人 本身就是一种慈悲 就像很多慈善家一样 他们到处去做慈善事业 四处去拨撒爱和善的种子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觉得 自己在做这种 拨撒种子的事情 实际上它拨下去的种子 更加的健康会成长 因为当别人看见你 这种爱的种子 他相信这是唯一的 因为你没有其他的心在里边 只是一种不失的心 我无缘大慈 我无缘大悲 相信这就是无二法门之一 用一心一意去帮助别人 就是不二法门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对一件事情去理解它 像我们佛法界讲叫见地 是一种理论 一项三昧 实际上讲的就是一种智慧 一项三昧 讲的是禅定 要定下来 不管如何 实践和理论 它必须要结合 就像你们现在 在听课 就是理论的基础 听完了之后 去布施 布施的时候 不要着下 觉得这是应该做的 这就是最大的 一项三昧的智慧 所以六祖曾经把定和会 相结合 定就是我们说的 一个人的心 要定下来 会 那是一种智慧 智慧会动 心 如如不动 所以结合 就是六祖慧能大师 所说的 修行法门 那 我们经常讲的 这就是禅定 禅是一种智慧 定 那是一种修养 所以一个人 怎么样能够得到 定和会呢 那么就是要戒 如果你能够守戒律 你才能定得下来 你守戒律 才会有智慧 所以六祖 就是在戒的基础上 让定和会 二合一兼修 所以禅修 那是 如如不动的 智慧所动 实际上表面上看 如如不动 内心的智慧 如翻滚的潮流一样 在心中 激荡起 无限的般若智慧 大家想一想 修行可以没有般若智慧吗 如如不动 是靠智慧 才能让你如如不动的 如果没有智慧的人 他到处都在动 身体在动 心念在动 嘴巴在动 眼睛在动 耳朵又在动 他的脑子又在动 他任何时候 都离开了 波若智慧 所以凡夫俗子 他们做不到 一行三昧和一向三昧 因为他们的心 天天被欲望所控制 所以他们心中 没有办法破除自己的爱憎 和自己的取舍 所以学博的人 只有真正为别人考虑 而不为自身考虑的 那才是真正修养的功夫啊 所以我们经常要讲的 人必须时刻要想到 我们今生所遭遇的 所有一切 如意 或者不如意 都是对我们 学博人的一种考验 都是五十节以来 自己曾经造业所感 想一想 今天的苦 不就是上辈子的业吗 今世的甜 不就是上辈子的善业所感吗 所以在人间 当灾难和困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无怨无悔的 去接受它 首先我们能够接受它 应该懂得 这都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 你今生的苦 你今生的快乐 就是你上辈子的因啊 所以 有如一座大山 它怎么会成为大山的 它是常年累积的 那种堆上去的 泥土石子儿 自己堆上去的一座山 业障山 它阻碍着我们 在人间修行 学会接受这些业障和山的存在 业障的存在 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学佛人 要想办法 把这座山慢慢的挖掉 要挖掉它 首先要在心里承认它 要有挖空这座夜山的一天 要有信心啊 你说谁没有业障啊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心中有自闭症 有一种惭愧感 看见别人总是 觉得人格比较低 为什么 他有业障啊 他的业障堆着他 觉得看见别人就丢脸 这个不能接受考验 那个不能接受考验 碰到这个人间的情感时 碰到人间的境界时 马上就乱了方寸 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的 要承认自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业障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 不要看他们 多么的有名有财有运 他们的前世 你只要想到看到 他们的前世 跟我们一样 在造着善业和恶业 你就知道今生了 所以没什么稀奇 只要你今世 好好地修心 好好地种善业 你来世可以跟他们一样 你这样不就消除了 你内心的恐怖和恐惧吗 有什么面子的 每个人都是一样 最可怕的就是 很多人不承认自己身上有业 看不到自己身上的业障 总觉得别人是错的 自己是对的 那就是业上假业 所以从无死无名以来 他非但不去发现自己的业障 去挖掉自己的烦恼 反而在自己的业山上 堆积更多的供业 或者种业 或者自己的业障 得不偿失啊 就像很多人一样 越得不到越要闹 越闹越得不到 越得不到越要闹 这样不断地在业障当中 接受着 让别人和自己 都不能接受的理念 去挖掘人生苦难中的苦难 去堆积不应该拥有的业障 这就是业重如山 谢谢大家